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为了挂眼镜方便 其实都不是 声音是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叫做声波 声波要在介质中传播 我们平常听到的声音是在空气中传播到耳朵中的 那么一个声音传播到不同物体是有先后顺序的 还有声音振动是一个波动的过程 它是有香味的 人们都有两只耳朵 那么一个声音到达两只耳朵就会产生到达的先后顺序的时间差别 还有两只耳朵接受一个声音的相位差别 大脑根据这两点才能判断出声音来自何方 如果只有一只耳朵来接受 就无法辨别声音来自何方 所以人类长两只耳朵是必须的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感谢观看